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早上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果园里面的一些水花 为什么叫水花 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这几天我们这里有影响台风 所以有下小雨 幸好有那个冷风的空隙 所以有些部分就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只是下小雨而已 而今天就是我决定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水花 这边是我们看到黄丝 是一般的花朵 在果园里面 这是一般的花朵 什么叫水花呢 我们去了解 这些水花就像被冰冻的那些冰水一样 好 来这里 这边 我们有看到那个 白白的那个地方吗 就是水花的地方 什么叫水花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一个水花是怎么存在 在这个漂亮的果园 竟然有这么多水花 我现在就是不敢踩到这些水花上面 这些水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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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 上面的那些椰体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现在 要怎么样才能去骰它呢 再骰一个给大家来看 这个水花 看 是不是很漂亮 我看能不能骰 因为有些花是比 一般的花就比较好骰 比较好骰在了 这种水花 其实 还是蛮困难 一大片 都是水花 有些水花 踩个看能不能 也有 还是蛮困难 不小心 这些水花 会掉落 这样子 再去 骰栽 几个 怎么会 再来 这些水花 是 好 对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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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漂亮 漂亮的水花 还有这边还有一大片 这种水花就是送给大家的 谢谢大家一起关注我的频道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而且鼓励 有任何意见 希望大家可以返回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